内湖区得天独厚 拥有台北市唯二的湖泊公园 大湖公园与碧湖公园 画面中这个地方就是大湖公园 位于成功路五段旁 绿地空间很大 动植物生态丰富 漫步其中可以看到 停留在湖畔边的白露丝 叶露 还有鸭子悠游于湖水中 步道旁的大树也可以看见松鼠的身影 还有舒适的钓鱼平台可以垂钓 丰富的生态吸引许多民众 前来享受大自然 内湖的大湖公园是我们的地标 那其实内湖得天独厚有两个湖 一个是壁湖 一个是大湖 那其实两个点都是风景 非常艳丽的一个地方 假日大家都看到好多人 就西家大剑来这边野餐露营 如果在平常是大家看到 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很悠闲的随便走 但是我们是建议 都是沿着那个成功路绕一圈 然后这样子有的人 厉害的可以走两圈三圈 那我们是希望大家走得越多越好 因为走路才是最环保的一个运动 这里是大湖公园 大湖公园现在已经是市民假日生活休闲最重要的地方 你知道假日到这边来几乎是满的 为什么大家在这边野餐 然后带着小朋友在这边奔跑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是直接有一个 全台北市为二的湖都在内湖 一个是壁湖公园 一个是大湖公园 所以只要到大湖公园来 其实你可以消磨一个下午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山有水 然后有非常好的空气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第一流的市民 不只是内湖当地的民众会来这里休闲 因为大湖公园旁就是文湖县捷运大湖公园站 交通便利也吸引许多外地的民众到此运动健走 我们内湖为什么称之为内湖 因为我们旁边有山 然后在内湖区里面有两个很大很漂亮的湖 一个叫壁湖 一个叫大湖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边就是大湖 等一下过去那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湖 然后你看旁边都是山 我们大湖来大湖公园玩非常方便 因为捷运出口就到了 我们有一个捷运大湖公园站 那大湖公园还有一个地标叫景带桥 很漂亮 你们如果过去那边可以看到一个景带桥 等一下可以去看 从大湖公园你走一圈 大湖公园如果你从外回走一圈 你一个早上的运动就已经够了 因为就有三四公里了 因为我们可以一直到白鹿山去 如果你的体力很好的话 从大湖公园沿着这个大湖山庄街走过去 就有一个大沟西的这个登山步道 很容易爬 连我这种天蚕脚都可以爬 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小孩子 来大湖公园一日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人印象中的内湖区是高楼大厦林立 却有珍贵的虎博资源 原来内湖早期是农业区 皮塘很多 当时都是灌溉池塘 大湖的旧地名就是十四份皮 内湖区本来以前就是农业区 这边以前的旧地名是十四份皮 那壁湖是大皮 那以前都是灌溉的一个池塘 那后来因为农业区现在都已经变成高楼大厦 它已经失去那个灌溉的功能 现在都恢复到公园处把它整修的 变成一个休憩的一个地方 所以内湖是皮朗很多 但是还留着就这两个 所以希望大家有空到内湖的大湖公园 壁湖公园来走一走 环湖走一圈可以保览湖光山色 锻炼角力 内湖区公所欢迎各地民众 都能够多利用便捷的交通 来到这个内湖的著名地标 大湖公园休闲运动 释放压力让身心更舒畅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